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找什么 你的东西在这儿 工作报告的催眠力确实厉害 虽然我无意观摩你的工作报告 但我确实有意旁听了你的梦话 比如流浪体 看你往哪儿跑 深情并梦 无辜的毯子都被你一脚踢在地上了 的确有良好的猎人职业素养 跟你的工作报告如出一彻 不过除了梦到工作 你似乎还梦到了别人 毕竟我刚刚听见 你在梦里还在打听我的排班表呢 我乱说 我如果能重复一次就不是乱说了吧 我记得你说的是把离生的排班状况从时招来 好像还有 主动调节肢体冲突 还不算心虚吗 完全可是都跟我坦白了 你用一包炸鸡贿赂他 拿到了我的排班表 而且这么匆匆忙忙的想要把工作报告交了 应该是准备要请长假了吧 你有什么秘密计划 还不打算老实交代吗 不过我这个人 刚好具有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答应你的事我可没忘记 但是我所想的是 是不是刚好符合你的心意 还需要你亲自来验证 或者 我可以试探心地先做些项工作 让你看看成果 比如 是外送 披萨和豆瓶茶 你连续几天把餐厅新品推播贴给我 如果连这种暗示我都察觉不到的话 就有点不近人情了 我去哪儿 还是热的 小心烫 味道怎么样 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了 的确是你期待已久的东西 等一下 你的头发 发圈 这个 你吃 我帮你 这欲难不难 我实际试试就知道了 不过 不过仔细看才注意到 你的头发好像长长了一些 以前没有发觉把你头发握在手里是这种触感 这个味道 昨晚偷偷用了我的洗发精 好 不是偷偷 你有我的东西 天秦地医 碰到你耳朵了 我知道我没用力 但你的耳朵连着脸颊一起红了 反而我不知所措了 披萨也不吃了 这么紧张 吃饱了 那做轻一点 让我好好研究一下 这次又是什么原因 要对我这么暴力 的确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绑头发任务 看来你吃完东西 力气变大了不少 我被你这么压着 连反抗都有点难啊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理贵的时候总是很快投降 不过有一点我要解释 我不是不能完成任务 我是觉得 反正傍晚的头发还要变乱 不如就不做没意义的工作了 你说是吧 我还没乱想是吗 我是说 外面的阳光好像不错 很适合物贵 至于你在想什么 都写在脸上了 不用猜也知道 窗里已经捞好了 一点工也透不进来 这个事情 正是合物睡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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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